6月5号夏先生从湖州长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辆大众高尔夫新车 花了将近14万 12号中午他办完手续把车提回了家 晚上发现车子的两个大灯都起雾了 我就立刻微信告知了CS店销售及销售经理 他们都知道 约在6月13号中午CS店大灯检查后让我回去观察 那我也就回去观察了 6月14号到17号多日多次在下雨天或者天晴的情况下出现大灯起雾 夏先生说他请比较懂行的朋友检查了一下 对方认为车子一些部位有被动过的痕迹 前保系以及发动机机舱内部啊 以及前保前叶子板对接保险杠的位置均十分毛操 有起壳有飞漆的情况 之后夏先生又联系了CS店 CS店表示会拍照反馈给厂家 6月22号夏先生得到了CS店的反馈 确实说做过二次返修 以发邮件给厂家 说是厂家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厂部 就是说是他们那个 就是说是出厂之前进行一个返修 哪个部位 是在保险杠 他们给回复的是在保险杠和那个大灯上面 说是做过返修嘛 那这个车送到你们这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对车子做一个检查 因为大众的一个返修的话 它是呢就是说表面上的物是说 因为我们一台车子 就是这么多一批车子过来 那也有可能 不可能就是每批每辆车子 你都能检测出来 那交车前不是对客户 比如说有个交车流程吗 那是 那因为它是这个这个呢 就是油漆呢 表面上 你如果不仔细看 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说是大灯起雾 我觉得这是隐性问题 不一定能够及时发现 所以我并 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解释的啊 但是油漆问题 明显刚才你们也看了 他们19号自己也看了 都是发现是很显性的问题 他们没有发现吗 顾经理表示 如果知道这个情况 他们会事先告知 夏先生说 目前CSDM没有向他出示过 厂家反馈的相关邮件 或是纸质材料 他现在没办法完全相信 CSDM的说法 邮件没有邮件 是没有邮件 大众是通过渠道过来的 是什么渠道过来的 是电话还是 电话过来的 电话给你们打过来的 对 那能带给我们回播过去的吗 问一下这个情况 那这个呢 我希望大家 你如果是要这个证明 那厂家呢 也可以通过正规渠道 此外夏先生提出 在交车前会进行检测 按道理 客户需要在检测表上 确认签字 但CSDM没让他签过字 那原本通过这两次的情况 我觉得CSDM可以 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不应该把这种问题 我自己车辆销售到我的消费者 让我消费者来承担 有他签字的那个纸吗 文件吗 所以说这个都在交车流程上面 就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个呢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销售顾问 有没有给他签 这个我要继续了解 他们说第一次呢 23号的时候呢 他也在 说给我这台车修修好 补偿个小几千 那我当时肯定不同意 然后 他第二次说的那次呢 他其实说补偿五千块钱 我还是不能接受 因为为什么 我19号的时候有录音的 我就跟他说过来 这台车维修车 是二手车 顾经理表示 他们和厂家还在沟通 如果有回复 会告知夏先生 可是夏先生说 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不想继续再等了 现场他再次把情况 反映给了一期大众的客服 您情况情况的话 我们会把您的情况 如是记录反馈 有点点负责人 尽快沟通这个情况 那你快点尽点 走在情况受理 你还可以吗 夏先生说 对这样的销售行为 他没法接受 接下来考虑走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